至少他們不會畏懼 就是外線三分的一個投射 是 而且謝亞軒投進上面 我相信是中信特攻最想看到的 對 鍾距離的艾德 是 因為他的腳傷看起來 只恢復到五六成 對 他以往很多的切入 現在是看不到的 不過這一個球 鍾距離的勾射 還是好球了 繞進來之後 給到黃翁 四十五度角的三分球 彈得出來 最後還是在 因為他的手上外線的三分 終於來了 三次犯規他也不敢做下手的動作 外圍的嘗試 下半場比賽一籃 這一個籃桶 如果對特攻來講比較好投的話 太好位置接到球了 所以幾乎不需要做任何什麼動作 就可以直接做出手的動作 但是這一個地板給球漂亮啊 這場比賽的第一顆Fill Go 直接長傳到前面來 艾德 沒有出手的機會 對 丁維翰外線的三分 BANG 他們是一個以防守為主的球隊 他們在贏球的時候 平均四分只有86分 這球跑出了非常棒的空檔 誰都可以放 就是比賽不能放 後側回來 丁維翰的三分球 丁維翰 藍底下這麼艱難的一個位置也能夠進球 這球掉了 裁判的聲音並沒有響 丁維翰 前面三打一 交給了艾德 跨進去 這球放進去 戰神要來追擊會比較困難 對 還是把節奏方面找到最好的機會 角球之後 克里斯 又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助攻 丁維翰今天到底要傳出多少次的助攻呢 這球 在水管上 會不會有控制的 不然